市府近年来投入商圈经营及辅导工作 同时鼓励商圈组织自主运作 现在更是希望可以跨界合作创造更多的商机 29号北北基的商圈代表们就齐聚在双西进行论坛 期待透过北北基的商圈串联合作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 今天在双西茶花庄进行的是北北基商圈论坛 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商圈的代表 约上百人进行联谊活动 双西商圈也极力推广自家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北北基商圈联合会的那种论坛 那把我们双西低碳的环境介绍出去 尤其我们今天来做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其中这个划船的活动 其实它是一个双西经过十来年的那种风吸附移 那成就敏然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周的那种体验 来看我们双西这么漂亮的溪流河川 水那么清澈 它鱼有那么多 双西商圈理事长表示 期待透过北北基商圈联谊 将双西的低碳旅游向外推广 尤其今天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有华独木舟 双西风吸护雨有成才有现在的溪流生态丰富 因此希望借此吸引都会区的游客到双西进行半日或一日游 活络商圈经济 那透过这样北北基 那所有的商圈的理事长来看到双西这么美丽 大家共同的爱护那种低碳生态的环境 进而把大都会区来双西这边来半日游一日游 来这边疏压 来发展 让双西的商圈的体验经济活络 我们今天会选择带双西这个区块来划船 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市政府 跟我们的双西的庄理事长 请庄理事长可以提供他的所有钱的 那个陆军的那个所有钱的那个潜力 然后请我们的市政府来协助他 将建设一个简易的那个游停的那个码头 可以让吸引全世界或者是台湾省的各地的那个民众 来这边作为低碳旅游的 新北市商圈联合会会长表示 期盼整合新北市各商圈的特色商品 并架设网购平台 将商圈的商品行销至世界各地 推动区域性的特色游城活动 带动地方观光 北北基商圈联谊 期待串联观光旅游路线 促成北北基的旅游活动 促进地方观光发展 借成威 双新采访报道